覺得摸到好像會動的東西 我覺得只要醫生說沒關係 再觀察就好你就覺得Safe 結果沒想到陳醫師是告訴我說 你應該要立刻去看醫生 乳癌耗發的年齡層就是在40歲以上 45歲 4045歲以上 他很奇怪28歲就得到了第一期的乳癌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他早晚他都要喝手搖飲 而且他要喝圈糖 是喜歡吃甜食 餅乾類的 真的要吃零食你就寧可去選擇 健康管理名 健康沒問題 我是你健康管理師佩勳 乳房是女人美麗的象徵 但是乳癌在2020年竟然已經超越了肺癌 成為全球最常被診斷出的癌症 相較於歐美 台灣竟然有年輕化的趨勢 35歲以下發生的機率大概占了9% 那面臨到乳癌 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辦呢 所以今天節目真的也非常榮幸邀請到星儀 來跟大家分享這整個的抗癌歷程 以及後面後續要如何照顧 讓他現在是健康美麗 然後再來今天還特別邀請到陳榮堅醫師 要來跟大家分享 做對5件事情可以讓你遠離乳癌 好這邊首先我們要先恭喜星儀 這個抗癌結束恭喜你重生了 所以星儀那時候你其實是怎麼發現你自己乳癌的 我那個時候是2021年底的時候 剛好那陣子工作很滿很滿 那很滿很滿的時候我也生活很充實嘛 就有運動什麼 運動完洗澡就很習慣的照鏡子撿 然後自己的身材有沒有稍微的瘦一點啊 放一點然後就摸摸摸 欸就覺得摸到好像會動的東西 然後想說 欸醫生都說會動的應該是沒問題 可是因為我那一整年當中 小孩衝過來抱我啊 壓我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很痛 那我想說不對啊 醫生有講說會痛的應該就沒有問題 可是那個痛到會讓我覺得不舒服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我好像應該要檢查 可是我前一年才做健檢啊 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我就自己很多小劇常在那邊演 所以健檢沒有發現說 欸這邊乳房是有一顆嗎 沒有他沒有提醒嗎 健檢的時候有講說 我有纖維腺瘤幾顆 但是就說在追蹤 可是大家也知道 因為那一年疫情嘛 我記得五月的時候 好像就全部都對封城禁止外出嘛 所以其實基本上 他也不會就是去醫院檢查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可能那一年就是孩子全部都在家啊 然後壓力也滿大的 所以心情什麼 我覺得都多少都有受影響 那直到後來解封的時候工作滿大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自己這樣的狀況不太對 那我那個時候也還沒有想要去做檢查 我只有發覺我右邊胸部比左邊大一點點 就覺得怪一點點 對 但正常我左邊因為有心臟嘛 所以是比右邊稍微大一點點 這我自己是知道 那我就請我老公說 欸幫我摸摸看 看看是不是的確有影響 好像是有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不是那麼明顯啊 女生都會騙自己嘛 好然後呢 我就有一天就上友台的健康節目的時候 就遇到陳醫師 然後我就很害羞的問他說 陳醫師我這樣子的情況啊 我就描述給他聽 我還給他看了一下我之前去年的片子 我只是想要聽到他告訴我說 哎沒關係再觀察 我覺得只要醫生說沒關係再觀察 就好你就覺得 safe 結果沒想到陳醫師是告訴我說 雖然我現在也沒辦法幫你促整 但是我聽你的描述 感覺 你應該要立刻去看醫生 而且是你應該要立刻 對立刻 他說我覺得你就是越快越好 結果那天主持人還沒進捧來 我已經整個人飛到不知道哪裡去 因為我覺得 蛤 立刻要去看醫生 蛤 立刻 立刻 我就滿腦都說立刻 我就趕快打給我老公說 欸 剛剛醫生跟我說不太妙 他覺得我應該要立刻去檢查 我現在也超快 趕快就預約我們之前健檢中心的地方 就回診 然後就一連串超級快的 就發現我的確就是生病了 對 所以我非常感謝陳醫師 要是他那時候告訴我說 沒關係再看看 我可能就 並不一定坐在這裡了耶 那真的經歷過這麼多的事情 你自己為什麼會選擇就是再次站出來要跟大家分享呢 因為其實我當時的想法也滿簡單的 一開始是最簡單不想被拍到那種光頭 沒有頭髮很憔悴的樣子 然後呢我在跟我的朋友們討論的時候 我其中一個朋友也是個管師 那他就告訴我說 其實我覺得你講出來滿好的 他說他之前就有一個個案 在剛得知的時候 那他就是心神不寧回去 那後來他們也就是會一直關心啊追蹤 欸 就發現他打了好多通通電話都找不到這個人 在聯絡上的時候他的家人就講說 其實他當時知道自己生病的時候 就已經選擇就是結束掉自己的生命了 那他就比較沒有勇氣去面對這個病症 那 那所以我的朋友就一直覺得這個個案 讓他覺得非常根根與壞 他覺得說其實現在 不管在全世界在台灣 治療乳癌的方法有非常多 那他也覺得說治癒率其實是滿高的 所以就覺得說很可惜 如果說很多人都因為害怕癌症這個事情 然後選擇逃避不治療的話 他覺得非常非常可惜啊 所以就一直告訴我說 他覺得我講出來很好 也許可以鼓勵到很多的 有同樣病患病症的朋友 去勇敢面對 然後可以給自己多一個機會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那我覺得我應該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真的也意外受到 蠻多蠻多的迴響 甚至是很多醫院的工作者 也有私訊給我說 謝謝你出來講 因為很多的病患本來不願意治療的 他看到你這麼勇敢的面對 光著頭戴著帽子都可以錄影 然後告訴大家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他們也覺得說他們也可以 對 事實上我真的覺得這個正向的感染力很壯 不過呢大家女性還是會覺得很恐慌 因為我們在女性十大癌症這邊呢 乳癌竟然就是第一名喔 那但是醫生也要跟我們 真的跟我們鼓勵一下 是不是他雖然是第一名 但是他的存活率其實是非常好的 對 因為其實乳癌的存活率啊 以現在來講 更早之前的文獻 總統統來講大概在八成以上 也就是說我們每次講所有的存活率 其實在我來講 我真的覺得不要把這個看那麼重 因為就算是我們講到很不好的胰臟癌 他的存活率 雖然五年存活率只有大概百分之十 但是沒有人只活十分之一的 要嘛就活 要嘛就真的走掉 尤其是隨著時代越來越進步 之前乳癌雖然只到百分之八成左右 八成到八成五 但是實際上來講 隨著武器越來越多 他這個數字會越來越提升 只是說我們每次講到 好像乳癌為什麼都名列前茅 原因是因為 他太容易被診斷 就是說 今天如果說我今天要診斷 我一個胃癌大腸癌 我大概沒辦法這樣摸一摸什麼 我身體都知道 我一定得 可能大便有血啦 然後哪裡不舒服 然後要確認還要弄一支胃癌 然後大家都知道胃癌大腸癌 大家都很害怕嘛 可是乳房現在不一樣 就是說尤其是在台灣 你現在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促整 然後再加上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超音波 他大部分都能夠做出一個 很初始的一個判別 所以這也導致就是說 好像怎麼好像大幅增加 其實是因為 我們很多人願意去接受檢測 那今天我每次都講 今天假設大腸癌跟肺癌的檢查 也這麼簡單的話 你會發現在這段期間 怎麼好像大腸癌肺癌突然增加 就是檢查的工具太簡便 然後只要 以前我們在比較早的時期 是因為女性會害羞 會比較明智未開 我每次都講他的笑話嘛 以前我們在要做乳房檢查的時候呢 哇都要三吹四請拜脫衣服 然後那個都弄得緊緊的這樣 現在呢有時候連護理人員都沒進去 哇怕他 我說等簾子拉起來 他就直接打開要給你看這樣子 所以隨著時代不同的進步 人我們那個 民眾的觀念改變 就願意去接受篩檢這個東西 所以才導致說 好像乳癌的發生率很高 但是也因為這樣 大家都越來越早期發現 然後呢他的治療上的效果就越來越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的死亡率其實在 慢慢的慢慢的都有在下降當中 那真的也是 醫生這邊會不會有遇到說 哎我就這樣我發現了 可是呢就真的很害怕 那我就是延誤就醫 有沒有導致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剛才欣宜有提到 我是說認真的 我之前也遇過一個例子 就是說 哎我們只幫病人做一個切片 然後做了切片之後發現是惡性的 結果惡性之後打電話去他們家裡之後 後來他們就跟我說那這病人過世 我說為什麼過世 啊真的就是因為知道自己是癌症之後 就尋斷了 我也有遇過這種病人 啊其實是蠻遺憾的啦 那但是更遺憾的是 我們之前有遇過一個 其實算非常揪心的一個例子 一個30多歲快40歲的一個女性 那他來的時候呢 檢查的時候 那個其實整個腫瘤 大概十幾公分後都已經吃出來 那一般吃出來我們都覺得還好 重點是他來的時候非常喘 果不其然他來的時候其實已經是肝臟肥臟骨頭全部都有轉移 那我說為什麼會拖到這種狀況才要來 一般人起碼爛破爛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就醫為什麼他還拖到後面 那他就是很糟糕的一點就是他剛好有兩個小孩 他為了很害怕就是說他在治療過程或診斷過程當中 去影響到他小孩子的一個心情 所以他就一開始有摸到硬塊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沒關係 啊等到他慢慢破出來的時候他還一直用藥去擦 也就是說他整整拖了兩年 第一個國中考完之後 再等高中那個考完 他才去做來我這邊做治療 可是那時候其實因為散的太嚴重了 所以即便在很努力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大概三個多月大概四個月的時候 還是非常不幸的就走掉了 那其實到後來其實他的小孩是非常非常自責 那反過來說 現在乳癌的治療真的非常非常的進步跟簡單 其實不像你們想像的像以前那麼誇張 像現在即便是乳癌的手術 我常常是病人就是前一天住院 隔天手術再過一天就回家了 而且是可以活動自如的 所以不要覺得就是說 好像我一定要面臨一個很恐懼很恐怖的大刀 影響作息影響家庭 那醫生那你會建議說我們平常要怎麼樣子去做檢查呢 一般來說其實我們還是建議就是說 就像吸引人這樣子 你不用每天不要過度焦慮 過度焦慮你就給自己有壓力了 就是說你每個月大概你自己就選擇喜歡的黃道吉日 就是洗澡的時候稍微做一下促整 促整自己的乳房 就是你要用放射狀的摸也可以 你要洗澡的時候像塗那個沐浴乳這樣 漩渦螺旋形的也OK 你只要覺得有怪怪的硬塊 你真的沒辦法確定 畢竟台灣真的很方便 你就直接尋求醫生的一個檢查 就是只要你摸你分辨不出來這個 反正總是你有覺得有凸起的 不明隆起的都算是這個徵兆嗎 對因為其實不過就像欣宜講的 像我們常常都會說 病人一來只要告訴我說他會有痛 或怎樣我們一般稍微放心一半 因為大部分的乳癌不會痛 但是如果他告訴你說我摸到硬硬的 會不會痛馬上講不會痛 那我們突然間那個天線警覺天線就會升上來 因為無痛的硬塊其實是癌症的一個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有時候叫病人說你如果不懂得怎麼摸硬塊的話 你眼睛閉起來這樣摸你自己的眼球 就是摸到這個硬硬的 大概是這種感覺你就可以尋求醫療的一個協助 那一般來講如果說除此之外呢 我們都會建議就是說大於30歲的女性 其實你如果說願意的話 可能一年兩年就可以做個超硬波的檢查 那大於40歲你就要考慮做一個乳房攝影 乳房攝影有建議的評刺嗎 因為我們那天其實在聊這個議題的時候 在場每一位超過40歲以上的女性都不願意做乳房攝影 因為很痛對不對 對 不過因為現在我們也有在跟技術員在說 就是說他們也有就像講很多醫療都越來越進步 就像大家在描述很多危經大腸鏡多可怕 可是我覺得這有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說很少人會去做這些檢查的時候會告訴你 做完好舒服喔好開心喔不可能 他一定是告訴你啊我這樣多可怕的經歷 因為這是一個話題 所以第一個乳房攝影它的隨著時代進步沒有那麼痛 第二個有時候在描述是一個情緒上的一個討論 所以真的不要因為人家這樣講就很擔心不去做 他畢竟是一個需要的一個常規的一個檢查 那我們一般都建議就是說萬一萬一你真的是一個 甚至我們這樣說好了 乳房攝影我們一般都建議40歲以上的女性 可以考慮每兩年做一次 這是一個什麼事情都沒有 但是反過來講如果說你已經有非常奇怪的概畫 然後呢你又覺得說 醫生又說還沒有到切片的地步 那一般大於三個月之後 三個月到六個月你就應該要再做一次乳房攝影 那為什麼剛才主持人你有提到心理說 為什麼前一年健檢好像沒事 下一年又好像有事 因為在癌症生物學來講 一個腫瘤要從零到有 一般剛好他的週期大概是六個月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多檢查都會抓三到六個月 就是有可能你來的時候 剛好是這一個腫瘤要初期 可是剛好沒看到 可是如果你一拖你又拖一年兩年 他好像就跑到太後面 所以一般的檢查都會建議三到六個月 什麼事情都沒有 大概可能六個月一次 那覺得說真的這是一個高風險的病人 那可能三個月一次 但是也不用說每次以後 就三個月一定要追蹤 除非你已經確診離癌 不然的話就是我講的 一年到兩年就OK這樣 喔 那醫生我想問喔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 也有纖維囊腫在乳房 那像有纖維囊腫啊 腺瘤啊這樣他會跟你 乳癌病變的機率會有一些連結嗎 其實說實話啦 像我們常常講的幾個 良性的乳房的病變 尤其是纖維囊腫跟乳房囊腫 這個乳房囊腫就是水泡 纖維囊腫指的就是乳管擴張的那個樣子 認真說這兩個跟乳癌是完全不相干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一輩子都不會變 那像醫生我們在看這個 乳房的外觀或在摸得過去的時候 他有沒有什麼樣子的症狀 是真的要特別要注意的 我想除了剛才我們講的就是說 你有摸到硬塊 或者是說你以前乳房從來沒有那種就是 形狀從來沒看過哪裡凹下去 但是他突然你看到表皮有一個地方凹下去 也就是皮膚的表皮有凹下去的樣子 那個就是偶爾就是說裡面下面有流 然後他把因為癌症的東西 就會把東西往內把所有的東西往內搶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往下拉 就會包括乳房有韌帶問題 他有時候剛剛長在那附近 你就會被看到他往下拉 所以如果你皮膚的外觀 看到以前不大一樣 而且是那種往下凹陷的樣子 那你就要可能 做下一步的一個 就醫的一個諮詢的一個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很常遇到的是所謂乳房的分泌物 但是我在這邊要講的分泌物 他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講的分泌物一般就是說 我穿的乾淨的胸罩出門 回來看到胸罩上面有印子 很多女生跟我說他有分泌物來是怎樣 他說我洗澡的時候擠擠擠就有分泌物 你要知道你的乳頭是非常非常的一個 稚嫩的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拼命的這樣擠擠擠看看有沒有 乳管一受傷他就流血給你看 所以如果自己擠的其實不算 真正的乳房分泌物是他自然而然 沒什麼事就分泌出來的 那如果是乳之類的 大部分不用太擔心 但是如果是血的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 然後或者是透明的 那你也可以就醫稍微檢查一下 你也會比較放心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他突然間 淋巴結會腫大 像有的女生會有一點簡單的一個 為了漂亮啊 或者是社交的一個禮儀 他會去做一個除毛的動作 那有時候會有淋巴結腫大 那但是一般這種所引起的 絕大部分會有疼痛 可是如果說你淋巴結有大 摸到有硬硬的 但是完全都不痛 這時候我也是希望你能夠 就醫檢查一下這樣 因為為什麼我們常常講 腋下淋巴跟乳房有關係 就是因為就跟所有的癌症一樣 他有一定的一個走的一個路徑 其中淋巴是我們的第一關 所以在治療癌症的時候 為什麼有所謂腋下的前哨淋巴結 為什麼叫前哨 就是說萬一他真的要跑淋巴的時候 這裡其實是常常是第一關 所以你如果摸到腋下 有種種的無痛 那你也可以就醫稍微看一下這樣 不過其實講到化療啊 一般民眾來說 還是會覺得很害怕 那這邊也是想要訪問清理 那你之前是怎麼挺過化療 因為你真的做的化療 大概有18次之多 對我一開始也是先做前導性化學治療 然後再做手術切除 然後再做後面的標靶藥物跟重建 所以前面的前導性化學治療的時候 就打了兩個藥 然後還有再加上兩個標靶藥 所以那個時候一次住院就會打四個藥 然後前面當然幾次真的很不舒服啊 因為我的副作用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我其實那六次真的是 就是一直咬著牙來苦塵 說什麼時候才可以度過 然後度過之後你頭髮也都掉光了嘛 那後面的標靶藥物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個時候手就很容易碼 所以我很常拿個東西就掉 我老公就會不知道 他就會說 欸 你怎麼手沒力啊 我說我也不知道欸 而且我要扭蓋子的時候也沒有力 那甚至到後來打標靶藥物的時候有一個狀況是 我的指甲會全部的裂掉 然後那個裂掉我需要用包覆那個膠帶的方式去保護它 不然基本上我只要就是稍微這樣戳一下 哇 就開始流血 一路會哩哩哩到很下面 所以一看每個人的狀況不同 但是老實說這個事情也是成為我當時蠻困擾的狀況 但我覺得很慶幸的是 沒有再更多不舒服的狀況產生 對 所以我覺得慢慢有在恢復慢慢有在進步 然後大概一年半左右把所有的療程結束 那後面就是重建 重建其實也算蠻辛苦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選擇拳切嘛 拳切的時候神經要慢慢長回來 其實是非常不舒服 像我剛剛就有講說 我常常會抓癢 覺得好癢喔 但是不知道哪裡癢 因為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神經 所以你就一直抓抓到最後覺得很焦慮耶 因為我不知道哪裡癢 但是還在癢 你覺得還在癢 還在癢 還在癢 然後感覺是裡面在癢 但你又不可能抓到裡面 然後就會開始就是 啊 我覺得很痛耶這樣子 就會開始垂打自己你知道 然後就是很多時候你覺得很深不由己的一些狀況 但我覺得這些事情都還算簡單 畢竟我的健康換回來了是無假的 那之前其實我看過行儀她有分享過 你曾經就是一上廁所然後全部馬桶都是血 然後也是會覺得說 像我自己家人也有本身來做化療 她就常會告訴我說 是不是只有我這樣子 因為她是整個口腔黏膜是完全的 會影響到很嚴重的進食 所以她想說是不是只有我這樣子 你當初也會有這樣子的想法嗎 我當初也是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化療的時候 味覺感覺都變得很怪 我吃肉都感覺是苦的 所以我那時候還記得我那天就 沒有胃口 可是我想說 那我來叫一個麥當勞漢堡試試看 就一個很簡單的起司加肉的漢堡 我一咬下去我就吐出來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漢堡是苦的 但我只要是我自己的味覺狀況的問題 然後就覺得好沮喪 怎麼會吃什麼東西都沒有感覺 那個時候吃大量的酸 因為只有酸才能夠讓我覺得 有酸的感覺 可是我檸檬會加超級多 然後你剛剛講到肠胃的狀況 一般來講很多人都講說 乳癌的藥物會讓病人水腫 然後很多是腹瀉 可是我反而不是腹瀉 我是便秘 然後我那個便秘的情況很嚴重 因為我以前沒有太多便秘的狀況 我便便還算蠻順暢 所以我那時候便秘到 一上就全部都是血 然後我就會嚇到想說 到底是哪裡 哪裡在流血都搞不懂 後來發現原來是很嚴重的便秘 那我就有請醫生開軟編劑給我 我那時候也曾經聽你分享說 好像小朋友因為沒有戴假髮 而拒絕你到學校去接他 這真的很好笑 因為我那個時候出門很怕被拍到光頭 我就一定要戴假髮 不然我就 我兒子就會說 媽媽你今天一定要戴假髮才能來找我 我甚至就是 後來慢慢頭髮長出來了 然後我頭髮很短像男生頭 但他們就會講說 你還是要戴假髮 我就說沒有我已經講頭髮出來 然後他們就說 你那個頭髮不夠長你是男生的樣子啊 大家看你不是那樣子的 然後我就說你們怎麼這樣 歧視短髮齁 然後沒有媽媽 我覺得你長髮比較漂亮 他們還會就是這樣子要求 我記得有一次話聊完 然後我精神都很不錯 然後戴著假髮 然後走在我們家路上 要去買便當回家吃 一陣風吹來 我的假髮上有帽子 帽子被吹走 我那個時候是捂著我的假髮 去追我的帽子你知道 因為我很害怕 等一下我假髮也飛了 超級尷尬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很好笑 那我也曾經就是戴著假髮 然後在捷運展門口講電話 但我不知道是因為那天 我的狀況看起來很腫還是怎麼樣 就有一個人看到我 然後我還是有戴口罩的 他就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 彷彿我是個怪物那樣 然後還退避三射那樣 然後我想說我有這麼嚇人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蠻多時候 我們反而在那一段期間 會特別的注重外在 我覺得這樣正向的力量 互相扶持是真的非常重要 那當然現在醫療真的很進步 現在醫療進步到 連第四期的乳癌 其實都有機會是可以治癒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在癌症的那種奇數來講 有時候就像我們講的 它有很多很多的那種因素 包括就是說我們常常在講 就算你得癌症了 它也有所謂的乖乖的癌症 也有中等壞的癌症 也有非常壞的癌症 但是就算你是乖乖的癌症 假如你拖延到病情 它還是可以散得亂七八糟 就是說就像我們剛才前面提的 它太晚 但是它如果早一點 其實就還好 那所以我們也遇過就是說 就是大概一個五十多歲的一個女性 然後呢它也是因為有一點會疾疾 就覺得自己乳房有硬塊 然後它很好玩 它來的時候呢 終於願意來看 然後來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它一看就知道說 它那個應該就是不好的東西 然後有一點快要清翻到皮膚 快要吃出來 我就問它說 那它為什麼要這麼晚才來就醫 它說沒有啊 因為它那個大概一年前 它搬東西的時候撞到 它也一直以為那個地方 撞到瘀青是沒消的這樣子 然後結果但是它 我們再去幫它做完整的一個檢查之後 其實發現它開始有一個 就是肝臟轉移的這個部分 就是乳癌然後有肝臟轉移 那因為其實乳癌有肝臟轉移 其實它就算是第四期 你只要有遠端的轉移 所以它對它而言呢 它只要把它這個乳癌的部分處理完 然後現在肝臟也很進步 就是用手術去把它處理完 其實它就整個就是痊癒的 它它現在追蹤了 也已經超過九年了 對 所以也就沒有什麼特殊的一個狀況 所以即便你一來被宣判 乳癌肝臟轉移 其實人家現在也活得好好啦 因為只要超過五年 就是等於從這個癌症畢業 所以不要說 有的人他覺得說他已經乳癌 然後又聽到自己 每次都很焦慮的要問自己說 我是第幾期 然後呢每次聽到奇數是第三第四的時候 哇心情就很差 就非常非常猶豫這樣 其實現在真的醫療太進步了 有很多事情它是可以被治癒的這樣子 那這邊也要問醫生喔 就是像在乳癌有沒有一些高危險族群 真的本來就要需要特別注意 我們一般講齁 有家族病死的時候就要注意 尤其是直系血清 那我們一般在講 很多人也會常常在問我啦 就是說欸我家 比如說我媽媽得過 或就一個人 或我姐姐得過 那他就非常非常焦慮 但是你要知道 絕大部分的癌症的一個發生率 大部分還是以偶發性為主 那我們一般在講的一個家族死 尤其是強烈家族死 是指跟你有血緣關係的 你有三個以上 那個就叫強烈家族死 如果是有強烈家族死的話 在現在的醫療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們會建議你要考慮去做基因檢測 有可能你真的是屬於非常非常高風險的一個人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你的篩檢就要比別人更勤勞 像剛才主持人有問到就是說 欸我們可能如果沒事的女性 大概一年左右檢查一次差不多 可是假如說你真的是非常非常高風險的一個族群的話 你可能就是說 欸我可能在促診上我就要很仔細 那我可能就不要真的一年再檢查 我可能半年就檢查一次這樣 那當然我們還有很多 在我們每次去搜尋很多事情 有看欸好像好多危險因子 包括什麼出今早啦 停經完啦 餵生育啦 餵哺乳啦 這些等等 我們剛才念的這些東西 還有比如說自己過度補充賀爾蒙這些東西 剛才提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跟賀爾蒙有相關 因為乳癌的其中一屬不是全部 乳癌的其中一屬跟賀爾蒙的變動有關係 那你為什麼大家都會發現說 欸好像男生比較少女生比較多乳癌 原因就是因為其中一屬的乳癌 就是跟賀爾蒙的高高滴滴刺激有關係 那男生沒有月經嘛 但是女生有 所以女生每個月都要接受這個高高滴滴一次 那高高滴滴一次就會略微誘發它發生的風險 所以你來的出經越早 停經越晚的 你是不是這一輩子在月經的週期 次數會比較多 所以你接受賀爾蒙刺激就會多一點 還有就是你在懷孕或生育的過程 那一段時間你是沒月經的嘛 所以你那一段時間你的乳癌 得到萬一你是有那個危險因子 賀爾蒙相關的乳癌的危險因子 那一段時間你是得到休息的 我們也曾經在臨床遇到過就是說 為了怕自己快要停經或亂經了 然後不遵守醫師的指示 就什麼組團出國去打那個什麼 賀爾蒙啦 胎盤素這些 為了維持自己年輕茂莓 他就是在違背 應該不是說違背 就超出醫療的範圍內 過度使用賀爾蒙 這個也會容易造成一個乳癌的一個發生 那當然最後幾個就是我們常常講的就是說 環境賀爾蒙雖然是一個影響 但是這個說真的啦 必無可必 因為我們生活在這邊 我們能夠調整自己的就是 包括我們常常講的 包括肥胖 包括糖尿病這些東西 你要自己去控制 不要讓自己處於一個這種 身體內一個不斷的一個發炎反應 那最後一個就是 所謂的情緒壓力 情緒壓力也會造成體內的一個 一個所謂就像我們常講的一些 壓力荷爾蒙啦 包括身上腺素這些 他也會造成你身體一直潛在的一個發炎反應 這個都是容易造成乳癌的一個 危險的因子 不過我就問欣宜喔 你這邊你自己你覺得中了幾項 我大概 可能肥胖吧 沒有吧 你哪有這樣肥胖 我講一個你沒力不相信 因為剛好我過完年的時候 禮拜一 然後醫生幫我排了腹部長一波 看有沒有轉移嗎 脂肪肝 結果他竟然說我有脂肪肝 然後我就說我有脂肪肝 因為之前健檢都沒有檢查出來 你看年紀是慢慢漸漸 脂肪肝都出現 所以我就說 我就很害羞說 那脂肪肝應該怎麼辦 他說就是減重 一樣 所以看起來沒有過度肥胖的人 並不代表沒有肥胖問題 所以像你自己是本身有家族病史嗎 家族病史其實 其實我外婆有 可是外婆也是零期 然後她還是舊全期的 所以她也沒有任何擴散 然後外婆 我們那邊就一個 那是我媽媽家的 然後我爸爸家那邊也有一個 就是我姑姑 也是全家族就一個 所以各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加成的因素 對 然後 出今早 停今晚 我也沒有出今早 我是國醫來的 所以應該還好 哺乳我也有哺乳 對啊 有哺乳 情緒壓力我覺得是蠻多的 環境荷爾蒙我覺得還算少 因為我從很小很小 就有就是 避開所有塑料類的荷爾蒙的東西 我還蠻 這時候 小時候我就很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都已經避得這麼仔細 我也不會 非常環保 我根本不用那種 塑膠吸管 塑膠的餐具 接觸熱食 熱杯 我都完全不用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怎麼可能這樣子 你以前在生活上 你有覺得這個壓力 其實真的非常大嗎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應該是抗壓性蠻好的人 所以 像我們這種 屬性的人 比較不容易 察覺到壓力 那我就會覺得說 很多事情 反應出來 感覺好像是抗壓性不好 所以基本上 不管是工作夥伴給我的 或是很多給我的壓力 我都能夠照單全收 然後我都可以 OK沒問題就解決 可是後來發現 這樣子其實是很不健康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是超過我的負荷 我不知道 那我後來生病之後 在治療期間 我就有慢慢開始去檢視 我所有的情緒壓力 還有所有的壓力來源 然後我就會發現 我很常就是容易接受一些 其實我根本不應該承受的東西 所以後來就會慢慢的選擇說不 就是這件事情我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子配合 那如果是另外一種方式可不可以 我覺得有商討的空間 那如果對方說可以 我們就可以合作 不行我們就說那就很不好意思 以前我都是照單全收 你要求我就接受那樣 所以後來就覺得 其實有時候會成為我的壓力 因為我就會 勉強我自己去配合所有的事情 包含家裡 包含工作 包含小孩 所有的事情我都會 勉強自己去配合 然後我會 自以為自己是一個 就是抗壓性很好的 但其實我的身體 早就在跟我抗議 我不知道 而且其實欣怡平常也很愛吃甜食 對不對 對 那吃甜食這件事 會不會跟乳癌這件事 會有一些相關呢 我必須要說的一件事 是我們大概十年吧 十年前或十二年前 我們就開始在說了 過多的一個糖類的一個攝取 有脂肪的糖 就是澱粉類的攝取 碳水化的物的攝取 它會導致體內的發炎反應增加 它會除了肥胖以外 它跟很多癌症有相關 其實已經被證實 在高糖分的一個攝取 跟胰臟癌 還有大腸癌乳癌 這些都有相關 所以如果說 你真的真的是非常過度的去 有這些 進食碳水化合物的這種 嗜好跟習慣的話 一定要把它改掉 不然真的會很容易 把自己呢 推入那種癌症的那個部分 那其實乳癌 除了剛才我們心裡講的那種壓力以外 還有我們常常講的 在現代人 我們雖然是一個 會希望你要好好的睡眠 但是很多人又做不到 那當然有的人會說 我能不能很規定的睡 就是說我每天都固定十一點睡 都固定幾點起來 那但是我們也知道 我們大家很難瞄的人 就有輪班的工作 所以無論是我們在 減重代謝或者是 癌症的一個照護上面 我們都會跟病人勸說 最起碼你每天成年人 一定要睡滿六個小時 最近不是有剛好有一些 爸爸媽媽說 新聞說 小孩子只睡6.5 對 我都覺得這樣有點快要可怕了 對 所以起碼成年人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做習 一定要好好的睡滿六個小時 那當然我們每次講 醃酒其實都是一級致癌物 這個真的要小心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更多人面臨到的 而且我們是在這個 臨床上真的常常遇到癌症的 是真的跟涉食過多的碳水化合物 尤其是甜食有關 就像欣妮你被診斷出脂肪肝 我說真的 脂肪肝不見得一定是肥胖 或許跟你的飲食內容有相關 如果說我今天瘦瘦的 但是我的習慣 我們常常講所謂的泡芙人 就是說我看起來很瘦 但是我量起來體脂率超高 那個的話其實就是因為 它的飲食就是過多的碳水化合物 我們一直在講 要適度的 好好的補充蛋白質 它沒有做到 然後再加上沒有去做一個 該做的一個適度的運動的一個習慣 它就會導致這個代謝 是往錯誤的方向走 代謝往錯誤的方向走 體內就一直處於發炎反應 細胞再生有問題 所有的癌症 就容易再有發生的一個機會 所以其實避免身體慢性發炎 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健康準則 那醫師這邊有分享說 真的很愛喝手搖飲 這個年輕女生 年紀輕就得乳癌 之前我們曾經遇過一個大概 二十六七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很特別的就是說 因為一般乳癌耗發年齡層 就是在四十歲以上 四十五歲四十四五歲以上 她很奇怪 二十八歲就得到了第一期的乳癌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那當然就像剛才我們講的一些危險因子 包括說她有沒有強烈家族史也沒有 出今早也沒有啊 她也是就是像心里這樣子 國中來沒有什麼很特別 然後呢更重要的是 雖然她二十八歲 她生了兩個小孩 也有哺乳 怎麼好像什麼危險因子都看不到 也不是什麼高風險行業 在做什麼放射師或什麼 唯一唯一能夠找出就是說 因為她覺得 因為她算是一個上班族 那她早晚她都要喝手搖飲 而且她要喝全糖 她要喝全糖 我們只能看出 或許這個危險因子 是有一個相關性 她手搖飲裡面高糖嘛 再來是她可能 她如果是喝便宜的手搖飲 但裡面很多的添加物 其實也會跟我們影響到 我們這個荷爾蒙的問題 貴的也不一定好 貴的也不一定好 水最好 那當然很多的癌症 會跟我們生活的習慣也會有相關 這邊真的要問一下 網路上就有說 這個我常常穿鋼圈內衣 會不會讓我很容易 會得到這樣的疾病病變 我想就回到我們真正的原點來講 我們就說了 所有的癌症都不是傳染 都是自己的細胞變來的 那它會有必須要很多不同的一個因素加成 然後造成下一個細胞再生出問題 才會有問題 那你想喔 不管你穿什麼樣的衣服 它絕大部分跟這個是無關的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是不是穿鋼圈內衣 說真的我們臨床上反而會遇到的是 鋼圈內衣造成乳房的疼痛 因為它會壓迫那個局部的一個循環 包括淋巴包括血液 所以它女生會造成有容易有很奇怪 就覺得乳房會莫名其妙痛是這樣 但是它跟乳癌的發生是真的無關 那包括我們常常像我們剛才也有提到說 有女生有一些除毛的動作 有的人會說我除毛來用一些什麼 為了女生為了社交的禮儀上 甚至有些會用一些止漢劑 那那些有的人說你用這些東西 跟那個癌症有關其實是沒有 因為說真的它跟我們講的體內的發炎反應 其實是你也知道這都是外在的 並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反過來講你硬要講說 反覆拔藝毛反覆麻藝毛一天到晚造成它發炎 你會變成什麼 你會這一塊的皮膚久而久 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或許會增加皮膚癌的機會 但是它跟乳癌其實是無關的 對 那有提到說乳癌跟荷爾蒙有關係嗎 那現在就想說 雞脖子啊雞翅啊都是打荷爾蒙的地方 會不會反而是這些會比較容易呢 因為包括您主持人問的問題 包括就是我們講的這些 包括雞翅雞脖子 甚至有人說豆漿牛奶 我也聽過常常有乳癌的患者跟我說 啊他回診的時候 然後我告訴他補充蛋白質什麼 然後他說什麼 我就說啊你就喝乳糖豆漿 他說不行啊 豆漿不是有什麼荷爾蒙 怎麼樣會怎樣 其實我說真的 像我們剛才講的藥質的荷爾蒙 它是必須要非常非常大量的 醫用的那種萃取 就像我們每次講說 我們要攝取什麼維生素C維生素B 說認真的 你要攝取到這麼大的量 你要喝到多少吃到多少 實際上來講 你去吃的這個東西 不會說我今天一兩個禮拜 我有吃到一隻雞翅一隻雞脖子 然後我就得到乳癌的機會 就被提升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實際上你說要從食物的來源 除非他人家故意給你下毒這樣子 拼命把你特爾蒙打到滿 然後你在那邊乖乖的吃 不然的話你要從一般的食物去用到 讓你得到你增加你利害的機會 真的是非常的難 所以大家不要過度恐慌 就是蛋白質豆漿還是非常好的 那牛奶也是非常好的 那其實之前也有報導 是講研究說 我們東方的乳癌年輕化 這件事竟然會跟我們平常用 那種不沾鍋鐵鋪倫有關 現在真的有實驗 有研究數據可以佐證這個說法嗎 鐵芙蓉這個東西我們是說用久了 鍋子用久的時候 它塗層掉了的時候 它會對你的健康造成一個重金屬的沉積 一些肝腎毒性的危害 但是你說鐵芙蓉鍋對任何癌症誘發 目前是沒有任何科學的證據這樣子 那如果像我平常 我可不可以做些哪些事情 讓我去遠離癌症呢 我想說的一件事就是說 常常有病人就會有一個迷思 就會覺得說我有規律檢查 為什麼還得癌症 大家一定要知道 檢查這件事情不會預防任何事 檢查只是讓你在更早的起訴知道 然後我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去治療 但是如果說你是真的有心要預防 我們就講了 癌症是多因素造成 所以呢怎麼樣維持體內的環境恆定 就減少自己體內的發炎反應 讓代謝過度到一個很順暢 那當然第一個我們就常常講吧 飲食 剛才跟大家講的好的蛋白質 然後不要攝取過多的糖類 那碳水化合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第二個就是要做一個適當的運動 為什麼我們常常 好像很多人都覺得運動這件事 很難很困難 我只是要你每天做標準的深蹲 做個三下到五下 我只是要你撐瑜伽的棒式 撐10秒到10秒 但是要每天做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要你做的是 適度的去長肌肉的這個運動 那這樣會有什麼好處 第二個長肌肉 第一個長肌肉的運動 它會刺激你那個腦內飛 你會心情會比較愉悅 這跟我們剛才講的壓力會有一點關係 第二個就是說 當肌肉量增加的時候 你的代謝循環會變得比較好 另外一個 你所補充的營養素 比較容易鎖在你身體的裡面 像剛才邦海欣宜提到的脂肪肝 它在肌肉量多的人 它的脂肪肝是可以降低的 所以適度的運動很重要 而我不是說一定要去跑步啦 游泳啦 然後要什麼做什麼慢跑 要去騎腳踏車這些 我希望大家的運動是 每天在家裡簡單可以做 然後呢就是不受任何人事實地物 氣候什麼的影響 這種的其實對你的一個健康的一個保養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那最後一個就是睡眠 大家一定要想辦法睡眠 一定要睡到六個小時 無論你在怎麼樣 需要輪班怎樣 要想辦法自己得到一個好的一個睡眠 這個包括在遠離癌症上面 還有包括就是說你的任何代謝養生的狀況 都是一個好的一個方向 像欣妮已經挺過化療 現在等於是完全治癒 那她在飲食上有沒有 真的要特別注意哪些呢 她現在還很喜歡手藥硬嗎 我不喜歡喝手藥硬 我是喜歡吃碳水化 像如果我們趕時間啊 我以前真的就會買一個麵包解決 所以這種習慣我就真的是盡量少吃 我反而是喜歡吃甜食 甜食不是精緻 餅乾嗎 餅乾類的 你真的要吃零食 你就寧可去選肉乾跟豆干 它起碼還有一點點蛋白質 它起碼那些碳水化合物沒那麼多 是所以像醃製 煙燻燒烤 這個是比較NG的啊 然後再來一些加工肉品嘛 那其中也還有一個蜂王乳 這也是跟賀爾摩有關係 絕大部分的蜂王乳 它不會單純就是那一個東西 它會有一些添加物 然後尤其它賣這種東西 絕大部分又是在講說要美容養顏 所以我們畢竟比較不了解 它的添加是什麼東西啦 所以我們就會說 你適度的正確的設食保健食品 但是有些東西呢 不是說不能吃 但是你就偶爾為之 但是不要把它變成一個常態性 那像我們剛才講的醃製 醃製當然就不用講 因為醃製的這個東西 它跟一個中間太多不好的化合物的成分 包括跟胃癌也會相關 那煙燻燒烤的這部分呢 並不是說你就絕對不行 而是因為煙燻燒烤上面 它會有一些膠的那部分 你就不要吃 那還有主持人會提 剛才有提大豆浴黃桶嘛 這些事情 其實大豆浴黃桶的話呢 它算是一個 如果說你是進入更年期的一個女性 它是非常好的一個保健食品 但是你如果說你的乳癌 是跟荷爾蒙這一屬是相關的 比如說什麼ERPR是陽性的這一種 這一種你在補充這類的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絕對不行 不是 但是你要跟你的醫生商量 其實發現乳癌之後 搭配現在醫療的進步呢 真的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癒率 當然呢 欣妮也要跟我們分享 她現在養生的一個配方 來叫我們打一個精力湯 好 我們現在來跟著欣妮 一起來學她的養生精力湯 你今天準備哪些材料呢 我今天準備就是 這個蔬菜是羽翼甘藍 然後還有一個綜合堅果 就是不要有調味的 然後這個是奇異果 蘋果 芭樂 然後蓮霧跟葡萄還有 藍莓 那其實這個是 我家裡啦 就是最近有什麼 或石令有什麼水果 就用什麼水果 那夏天的話 可能就也會有一些芒果 或西瓜之類的 那通常青菜類啊 像菠菜也可以 小白菜也可以 就是家裡還有一些什麼蔬菜 就一樣稍微汆燙一下 也是可以一起搭的 那我大概的比例呢 我會先放一些 因為我很怕很怕喝酸的 所以我甜的水果會多一點 但是呢其實如果以養生來講 不要那麼多 你也可以多放一些柳丁 或是集一些檸檬汁也是都可以 就是以大家 就是可以入口為主 不然你打了一杯 你發現喔很難喝 然後也沒有用這樣子 對 那我就先稍微的 先加一些 但因為 所以堅果比較不好倒 我先放在下面這樣子 郭忍欣欣準備這個精力湯 其實也滿有炒溼 因為它裡面就富含了 五種顏色的蔬果在裡面 不過在份量上呢 醫師有沒有什麼這樣的建議呢 其實如果做得到的話 因為當然這個是跟每個人 就像剛才欣欣講的 你一定要大家願意喝嘛 對 如果你弄出來大家不喝其實也沒有用 不過在我們的看來的話 可以把水果比例稍微再降低一點 然後蔬菜的比例再增加一些 可能會 蔬菜再多一些 對 可能會比較 更養生一點 好 因為葡萄比較甜 我通常都是放個一顆兩顆 有味道就好了 然後芭拉因為 就是維他命C比較多 就會放多一些這樣子 蘋果的香氣比較重 所以我就是 跟芭拉會差不多 這個也是 維他命C含量多一點就放多一些 可以幫助抗氧化 對 然後 像我就是 因為我們是三個人喝嘛 那我就 大部分我都會放這個 像你們會敢喝齁 因為菜量蠻多 可以可以可以 我自己的話 一人份我就會放這樣子 那因為今天人比較多 就多給你們一些 然後我的水啊 就不會加太多 之前也是有很多病友會建議說 也可以把它做成一薄一薄 把它冷凍也是可以 就稍微的把它 對 對 差不多了 因為 站在醫師的立場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比較好的觀念就是說 盡量不要把準備好的食材冷凍之後 再來使用 因為其實冰箱還是會有一些些 沒辦法這麼新鮮度跟變質的問題 對於健康養生來講 真的還是要稍微注意一點點會比較OK 所以盡量是新鮮為主對不對 對 像新鮮這樣能夠自己打是最好 對 好 新鮮的養生精力湯完成了 來我們敬一下 今天 恭喜 恭喜 新鮮康 謝謝 謝謝陳醫師 口感其實很好耶 味道你還可以接受嗎 味道可以 完全可以 而且它有加堅果的那個味道 其實是很Smooth 然後也很香 然後會覺得整個味道是非常有層次的 可以喝完 因為他們剛剛真的清洗得非常 對 我要把它喝掉 這好健康喔 我要把它喝掉 不管怎麼樣 我已經乾杯了